大家好 欢迎收看 古事罗宾看 古事罗宾 今天台股本来有机会出现反弹 不过很可惜到最后整个盘怎么样 原本盘中出现反弹 上了38点 对不对 不过很可惜这样的气势 并没有能够延续到尾盘 反倒是在尾盘又噼里啪啦的 又抵下来了 最后下跌78点 收在10257 成交量1212亿 好 那这个礼拜两天 连同上个礼拜五 已经跌得怎么样 跌得快300点 三天跌得快300点 如果连同从当时10664 到今天的低点 来到10257的话 很显然也已经跌超过400点 好 那行情接连的一个下跌 我相信 这个时候大家心里头 难免都有些不安了 也有一些 所谓的不开心 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 我们先不讲古事 我们先不讲古事 我们来听故事 好 那要听什么故事 话说 在古代 有一个很穷的老人家 陪伴他的 只有一个儿子 一个独生子 那另外 就是一匹马 那这匹马有一天呢 他自己从马厩里面 跑掉了 就没有再回来 好 那他周遭的人 邻居啦 一些好朋友啦 他说你看 你就没什么资产了 你一个狗 他一匹马儿 也马不见了 哎呀 对不对 他就纷纷地 来跟他慰问 他说你哪这么衰 一匹马就不见了 但是 这个老人家 他倒也很豁达 好 说我马虽然不见了 但是你怎么知道 这是坏事 对吧 好 说你怎么知道 这不是坏事 好 那果然 过了几天 他的马 好 本来跑掉的马 自己又回来了 他不仅自己回来 怎么样 还带着12匹马回来 所以他现在不是一匹马 他有13匹马了 所以到底 他的马不见 是好事还是坏事 好 那后来 他这个儿子 因为起码不小心 摔断了腿 好 那这个时候 出门家边又来 你看一个小孩 怎么又下个病 摆下了 好 那所有人来慰问他 好 但是这个老人家 还是很豁达的讲 你怎么知道 这是坏事 对不对 好 过了几天 果不其然 国家打仗了 打仗需要什么 需要年轻人 撞钉嘛 所以 军队就到村子里头来 把年轻人能够打仗的 全部都带走 全村的年轻人 全部带走了 而且很可惜的 打仗怎么样 打败仗了 所以全村的当时 被带走的这些年轻人 没有一个活着回来 全部阵亡 换句话说 全村唯一留着活下来的年轻人 只有这个老翁的一个儿子 因为他掰咖 掰咖不能打仗啊 所以他就没有被抓去打仗 所以唯一村子里活着就是他而已 所以你看表面 看起来都碎了 马不见了 结果马怎么样 带着十二匹马回来 那儿子摔伤了 照做掰咖是一个很不幸的事情 结果呢 因为这样子逃过了一个死结 所以我说有些时候 这个这句话 大家会觉得很熟悉 这就是大家所熟悉的 这个故事很熟悉 对不对 就是大家所熟悉的一句话 叫做塞翁斯玛 焉之非福 就是这个典故 所以你看起来很不好的东西 表面上看起来不好 其实背地里 未必是坏事 好 那我们回过头来看看今天的盘 我知道六天 六天 其中跌了五天 这五天还几乎棒棒都是大长黑 除了这一根 一个是看中黑棒以外 从1064下来几乎天天都是大长黑 只有一天反弹跟一根中黑 那这样的一个压迫感 当然会很大 尤其你看 从原本创新高 短短六天 直接灌破五日线 十日线 月线 季线 直接杀到的半年下 好可怕 这样的一个集点 当然会造就大家心里头的压力 可是我说你换个角度来看 我过去也跟各位讲过 再强势的一波行情 又或者说再会飙 再会涨的股票 它可能天天涨 对不对 那你越是天天涨 我说过的 这个市场总会有新的资金要进来 那如果你一波行情 一档股票 每天都在涨都在涨 我问各位 你新的资金怎么进来 如果你是新的资金的拥有者 一个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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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要怎么买 对不对 你说我可以去追啊 当然可以追啊 可是谁愿意追 因为你去追 你买在高的位置 你的风险就比人家高 因为你成本比人家高 所以你的风险相对比人家高 那你想 这些大资金的 不是法人 就是中石户 那不就是大户啊 那你说他们 难道连这个基本的sense都没有吗 所以如果行情一直涨一直涨 反而会让这些 原本要进场的新的资金怎么样 它会裹足不起的 这未必是好事 所以因为用很急的一个速度 直接灌下来 你原本乖离过大的问题 现在不仅说也解决了以外 你这样下来以后 是不是让新的资金 它有机会能够重新进场 那你说新的资金要进来 让他们有机会能够卡位 你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尤其 急跌 急跌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我这样说好了 股票也好 行情要涨多的总要整理 对不对 它总要修正 那你是希望 它横的走两个月三个月都不动 还是利用短短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的时间 用很快的速度 把该修正的空间给修正完之后 然后稍微整理一下 马开马上再展开另一破断的公式 还是你说我就用三个月跟他耗好 因为整理不外乎就这样 用空间来换取时间 用很快的速度急跌 把原本要整理的时间给磨掉 要不然就用时间来磨 可能在一个区间里面 给你来回挣个两三个月 你要哪一个 我个人倒是希望 能够用快点 我不要急性子 我希望说能够快一点整理完之后 快一点再往上进行另一波的公式 所以我们常讲 什么叫多头市场 多头市场不就是这个样子吗 涨的时候慢慢涨慢慢涨 跌的时候你看这个跌很凶 有没有 这个也跌很凶 有没有 还涨即跌 这就是多头市场的架构 好那至于就跌到这个位置 第一个 各位看到蓝色这条线有没有 蓝色这条线它半年线 它现在大概以45度角往上走 一条45度阳角的一个半年线 一定有它的支撑力道 今天跌到了半年线 换句话说 尤其这里还有什么 这里还有前坡的低点 也就是这一个整理区的 这个整理区的一个颈线的位置 所以来到这个位置 加上技术指标也已经快速的 从原本的过热 现在已经快速来到低档区 所以从技术面来讲的话 其实超跌之后 技术性的反弹随时会出现 随时会出现 所以未必是坏事 尤其如果在操作上面 我说过你跟我们一样 在当时高档的位置 在高时高档的位置 你有先跑一趟的话 你有先出掉一些股票 先跑一趟的话 这一波下来 这一波下来 不是刚好可以准备低阶吗 我说过了 其实像这样的一个快速的压回 其实怎么样 它是有一点急跌嘛 对不对 那急跌有一些股票 因为这种氛围 一定有很多股票 它是被错杀的 那既然被错杀 就代表有些股票 它是超跌的 那既然是超跌 它就存在着超额利润 那既然有超额利润 就代表接下来行情会很好赚 尤其我说过 你在高档有先跑一趟的 现在下来 你满手的现金 你不是刚好可以低阶吗 那我在高档有没有出一趟 你自己说嘛 你看我的节目你自己说嘛 创意 在8月30号创下231块的破贷新高 我有没有在8月31号 他8月30创下231 我8月隔一天 我发现他筹码不够强 我马上叫会员 3443创意 获利大赚出场 对不对 来 8月31 来对况且他洗干 9.15刚开盘 有没有 刚开盘是不是在这里 开盘229 有没有 开盘229 大赚出清 获利放口袋 来 8月31在哪里 在这里 8月31 有没有 开盘229 有没有 开盘229 在这里 这波创意你看 最低跌到175 今天收盘多少 今天收盘 今天最低还有177 这样差多少 你给他算看看 229到175 差得快60块钱 有没有 差得快60块钱 所以在高档 我也没有 带你先出一趟 为什么要先出这一趟 我想这段时间 我一再告诉各位 做股票 你不能只会买 不会卖 你不能只会买 不会卖 因为再会涨的股票 他总也有休息的时候 对不对 那休息的时候 你不要去跟他赌 你不要去赌 他到底要用时间的整理 还是要用空间的整理 不管用哪一种 都是时间 用空间的整理 这个价差你没有避开 你就严重了 对不对 那如果用时间的整理 你的钱耗在那里 不会动 贪不急 钓在那里 不钉不动 这叫你的资金 运用的没有效率 所以不管是哪一种 都不好 所以该卖一趟的时候 就是先跑一趟 你管他怎么整理 反正你先卖一趟 我们把资金 先抽去做其他的股票 不是更好吗 所以你看 尤其你刚碰到这种 噼里啪啦的 哇 对不对 我们是不是就避开了 那现在我们有钱 是不是随时可以找好的股票 马上再接回来 其实不止创意啊 联谊光 来来回回做了好几趟的联谊光 有没有 也是从低档 好几倍的获利上来的 有没有 大赚好几倍 大涨好几倍的 有没有 在9月6号 创下66块8的新高 9月6号创下66块8的新高 我们在9月7号一样 跟当时创意一样 隔一天我们发现筹码不对劲 所以二话不说 请会员试驾出清 3441联谊光大赚出场 获利放口呆 有没有 来 对时对价 9点32分 在这里 有没有 在哪里 平盘附近 平盘多少 63块3 对不对 63块3 好 9月7号 对不对 9月7号 当时 我们在63块 大概都平盘附近 在这个位置 对不对 我说我没有卖在最高 我就告诉我 没有卖在最高 我有就有没有就没有 赚就赚 赔就赔 我罗文斌不把自己神格化 我不会把自己完美化 我这就是我这 对不对 我没有卖在最高 最高是我没有卖在最高 当时63块在这里 现在在这里 有没有 昨天甚至连五字头都破了 对不对 昨天48块 今天 50块6 最低 还是一样四字头 那这一段我们有没有避开 即便当时我没有卖在668 可是你从这里的位置 你往上看 我卖这个点 漂不漂亮 你自己说 那为什么要卖一趟 记不记得 我说你看好 我一再强调 你看好一整年 你再怎么样看好 大波段趋势的股票 你都要怎么样 都要分段 做 讲那应该都会背了 为什么要分段 做 原因在于 你要加大你的获利 你现在随时在买回来 假设现在买点出现 你再买回来 你有这个价差 能不能加大你的获利 除了加大你的获利以外 还能够怎么样 规避掉短线的筹码面的风险 筹码不够强 代表他要整理 对不对 你没有避开 即便后来再涨 你这段时间 你不要说什么 你光是那种身心的煎熬 你就倒不掉 而且如果假设未来 他还有一波 但是因为你被套到这一波 所以当他未来涨上来 可能接近这里的时候 你就赶紧把他卖掉 后面再大涨 跟你就没关系 但是如果说 你这里卖掉 未来再低档起涨点 再把他买回来 我想他再大涨一波 你绝对能够从头转到尾 你绝对不会轻易的被洗掉 为什么 因为你前面已经探机来放了 你心肝头很猜的 所以投资朋友 记得 做股票 不要只会买 不会卖 但是也记得 千万也不要只会卖 不会卖 因为我说过的 既然卖掉了 避开他的修正之后 对不对 不管是连一光卖掉了 避开他的修正也好 创意卖掉 避开的修正也好 但是现在 我就当行情出现了急跌 出现了超跌 当出现了存在的一个超额利润之后 当买点重新出现的时候 该买的时候 你要把它买回来 不要 该买的时候 你又不敢买了 如果做股票 你永远该卖的时候 你不卖 该买的时候你又不敢买 你怎么成为赢家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高档先跑一趟 现在回来 当然轻轻松松地等低接 那如果说我上面没买 如果你在高档没有卖的 我告诉各位 你这一波起涨点 你更是要能够把握到 因为你高档就已经没跑 你没避开这一段 那下面如果在未来 再上去这一段 你又没赚到 币也没避开 赚也没赚到 你说你怎么赚钱 所以你没有避开这一波的 我说未来涨上去的这一段 你无论如何 就一定要把它赚走 那要怎么能够赚那一段 起涨点你就要能够掌握到 对不对 那起涨点在哪里 我说过 不要猜 不要猜 猜错了 猜错了 会很麻烦 因为现在你每一个动作 做对做错会差很多 尤其我说过 一个好的买点 往往会决定一次操作的输赢 你买得太早 股票继续跌 结果你就先套住了 那未来真的要涨的时候 因为你前面先被套住了 所以当回到你的成本的时候 你乖快浪账 乖快买掉 刚好卖在起床点 对不对 所以你买得太早 不行 买得太晚怎么办 买得太晚 人家就标起来 灰车过来 那你本不一样 人家就标起来 你是怎么办 然后你看 你涨了一两成了 我也追不到 那干脆就算了 很多人的个性就是这样 所以你买得太晚 所以你买得太晚 很显然 你就跟一档标股怎么样 你就插身而过了 所以买得太早 买得太晚都不行 买点要能够精准掌握 只有能够精准掌握它的起掌点 只有能够精准掌握起来 你才能够稳操胜算 所以今天 我说过 特别是你没有避开这一波 当然跟我们一起在高档避开的 当然最好 这一波接下来 一定要把它赚起来 所以今天 我们欢迎大家来预约起掌点 这是一个完全服务性质的 我说过大家 这么的支持我鼓励我 在一个关键时刻 我绝对会帮助各位 更何况我说过 市场上的钱是赚不完的 有钱咱们大家一起赚 你多赚我不会少赚 尤其我在通知会员 要买进的时候 我顺带的带着各位一起买 一起来掌握这个起掌点 对我而言并不是什么大的负担 这使是我给各位 一个小小的心意 小小的服务 所以想跟我们同步动作 第一时间在未来起掌点 第一时间进场的 我说这完全是一个服务的性质 为了要帮助各位 尤其是你在高档 没有先避开这一趟的 后面这一趟 无论如何你要先把它转起来 所以今天的预约起掌点 无论如何 好好的把它把握起来 当然务必留下盘中 能够联络到你的电话 你不要留家里的 结果你在上班 拔中要买高屁 我们联络你不得到 这样就会去 好好把握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跑下 二 有步 三 稳住抓住桌脚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震网 投资的制胜关键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阻觉一切嘈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着片刻的迷迹 Choose Your Online 额排气密床 投资的制胜关键 您需要领先的资讯 精准的分析 大来专业分析团队 为您掌握 大来国际投顾 请直播 02-2369-2333 02-2369-2333 只有唯一 值得收藏 远雄的One 台湾最高 68层顶级饭店好顶 亚洲第一高私人会所 高空公社 百年大景 世界尽收眼底 六星饭店服务 天空直送 尊荣独享 收藏的One 唯一无二 欢迎回到现场 这六天以来的台股 变化太大了 对不对 大家有一点难以招教 六天前 台股还创下 波段的新高10664 结果六天后 啊 什么 直接打到了半年线 不得了 对不对 很多人不能接受 那我也知道说 连续性的一个集叠 让大家 一定是心里头的压力很沉重 但是我们刚刚 在上个阶段也跟各位讲过了 赛翁师马 因之非福的 这样的一个典故 看起来不好的东西 其实背后所隐瞒的 未必是不好的事情 我说过 因为它叠下来了 快速的修正 避开了过去 或许未来 它需要一个 所谓整理的一个时间 它把这个时间 整理下来了 对不对 该修正就是该修正嘛 用很快的速度修正完 这是好事啊 而且我说过 最主要新的资金 也因为它在修正 所以新的资金 它讲过 能够有机会 能够顺利进来吗 否则你每天涨 新的资金怎么进来 所以未必 这个集叠是坏事 尤其来到这里 我说过了 除了来到半年线 有它一定的支撑力道之外 这里10225 仅限的位置 也发挥了支撑力道 再加上指标来到低档 再再都显示 这里随时会有一波 强力的一个反弹 既然有强力的反弹 来到这个位置 当然我们要寻找怎么样 下一次的起涨点 到底在哪里 尤其我说过 如果你在高档 对不对 有跟我们先 把一些股票 大赚获利出清的 像对不对 创意联谊光 有没有 创新高的隔天 我们就全部大赚获利出场 现在怎么样 现在下来我们等低阶 对不对 那至于什么样的一个股票 有几档股票 我们都在看 只是在这里 我先卖个关子 不是我小气不跟你们讲 我这是保护各位 因为我知道你们都太聪明 我只要秀一个K线 你们都知道哪一档股票 结果你们不分青红皂白 二话不说 这个他还不得了 我知道了 然后就跑进去跳进去 但是买点还没到 你跳进去 对不对 那我说你不能买太早 你不能买太晚了 买太早 你套在那边 真的要涨了 结果你把它卖掉了 你买得太晚 人家已经标一断了 你还准备要买 都不行 所以你要能够精准地掌握 那怎么样能够精准地掌握 你今天就来预约 这个取涨点 我说过了 好我说过了 只有买点卖点 因为一个好的买点 能够决定一次操作的输赢 你唯有能够掌握到 漂亮的买点跟卖点 你才能够稳超胜券 好那我说过了 你今天有预约的 当未来起降点出现的时候 我在带着会员买股票的时候 我顺带地带着各位一起买 对我而言不会造成太大的负担 对不对 而且这也是我对各位的一个小小的 一个服务 当然是一个回馈的一个心情 我说过大家支持我鼓励我 在关键时刻 我更不能够忘记各位 好那当然你加入我们的line也OK 只不过你有留电话的第一时间 我们用电话通知各位 你会更加的精确 所以为什么要预约其涨点 就是我们在买的时候 我们在买的时候 我会第一时间带着各位 跟我们会员一起进场 而且这完全是一个服务性质的 我说过的 股票市场的钱是赚不完的 你多赚我不会少赚 有钱咱们大家一起赚 你赚钱呢我也真心的为你感到高兴 好所以完全服务性质的 赶快来电预约其将点 尤其你没有在高档避开的 未来这一波的 这一波都没避开的 未来上去的这一波 如果你又错过了 那我就不晓得该说什么了 所以赶快电话 预约其将点 我们明天再会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身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现在像youtube运通财经台 人好时间人好地点 听到看到 youtube日系点间 线上直播最中心 分析师精准团式解析 水算水看 真方便啊 youtube运通财经台频道 不管是跟你安赖在一起 投资的制胜关键 您需要领先的资讯 精准的分析 大来专业分析团队 为您掌握 大来国际投顾 请直播 02-2369-2333 02-2369-2333 你担心瓦斯外线危险吗 教你几个小配方 瓦斯桶放室外 避免日晒 由瓦斯行安全技术人员 近期检查瓦斯配管 使用瓦斯要小心 居家安全好放心 内战部消防署关心您 投资的制胜关键 您需要领先的资讯 精准的分析 大来专业分析团队 为您掌握 大来国际投顾 请直播 02-2369-2333 02-2369-2333 用偏红的二号粉底 遮掩粉黄的风色 用黑色的发油 隐藏异常的落发 用意志力和营养品 弥补过于疲累的身体 与其注重外表 更要看重内在的健康